上一届大选到现在,政府不断地着手去处理民间的一些不满,您觉得这些效果成效多大,对于人民兴动党赢的下一届选举呢,是否呢,您有更大的信心? 我们应该做的事,我们已经做了。所以,住屋方面,建务局已经下了很大的努力。 去年建完了两万七千个单位,今年也可能有两万五千个单位,两万五千个家庭拿锁食。 其实这是很大的数目,因为我们一年没有两万五千对孩子出事,最多可能三万五千,四万左右。 所以两万五千个超过我们每年生育的数目值。所以建务局做了他们应该做的工作,交通部也做了他们应该做的工作。 所以,你看巴士车服务已经改善了,地铁服务已经有了进步,但是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做的,今年跟明年我看会有比较显著的改善。 所以,我看我们民调发现,人民对公共交通的满意程度已经提高了。 教育方面,这个还是继续做的工作。因为教育方面,我们做了之后,期望会继续提高。 理工学院成绩越好,越多理工学院毕业生想升大学。 而我们现在讨论skills future,就是学校教育之后,大学毕业之后,那在工作场所能够继续深造,能够继续提升自己。 我看这一方面,如果我们能够把讯息传达给人民,了解,提升是有机会的。 只要你不断努力,总是有提升的机会,总是不会走掉一个死胡同。 我看,如果这样能够做到的话,下一届大选,我们有先行等待人民的评估。 我们不应该为自己打分。 准备睡觉了? 我们不应该为自己打分。 这只会给大家打分。 我们不应该打分。 我们不应该打分。 感谢观看